好继续是第13个目标 联合国叫气候行动 那我国把它叫什么呢 减缓舒适行动来因应气候变迁及其影响 减缓调试行动 减缓调试因应气候变迁 所以气候行动是着眼于完备减缓跟调试的行动 减缓就是减缓那个灾害 对我们的伤害 所以增进气候变迁调试能力 强化韧性 强化韧性降低脆弱度 执行温室气体阶段管制目标 提升气候变迁永续的教育跟民众素养 很重要教育跟素养 所以策略是强化引引气候变迁法治 那法令我们非常具体的 就是在112年才刚通过 气候变迁因应法 所以环境部有针对我国的减碳路径 气候变迁都有通盘检讨 所以关于我们要征收碳费 像我们要征收碳费 我国一开始要先收的是碳费 不是碳水 所以我国的做法也要知道 所以气候行动就是 第一个我们开始减碳 然后征收碳费 以及112年这个最重要 气候变迁因应法的通过 第14个目标 保育跟维护海洋支援 来 保育跟维护海洋支援 观念是什么 在我国叫做 保育跟永续利用海洋生态 确保生物的多样性 防止海洋环境的烈化 所以在我国这个目标的意义 就是着眼于海洋污染防治 海洋跟海岸的永续管理 打击非法 未报告 不受规范的余捞行为 所谓的IUU 就是非法 没有报告 不受规范的余捞 还有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保育永续利用海洋生态 确保生物多样性 不要让环境恶化 所以策略就是完备相关法治 OK 所以我们包括我们有什么法令呢 海洋保育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法治 然后成立海洋污染防治基金 更新海上处理废机物相关条文等 所以这个具体做法也很清楚 所以你至少写一个嘛 海洋保育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等等 找一个来写 第四五 保育跟维护生态领地 在我国叫做永续利用陆地 陆域生态系 确保生物多样性 防止土地烈化 刚刚上一个是海洋嘛 现在是陆地 这样的意思 观念一致 只是一个海洋一个陆地 所以陆地生态是走源于 陆域跟内陆水域生态系的保育 还有永续利用 永续森林 生物多样性 土地土壤恢复 然后基因支援 公平公正使用 外来种管理等等 所以策略是加强 造林 提升森林覆盖率 推动森林永续经营 所以我们要造林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 推动造林跟 森林经营工作 所以国有林经营管理 导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森林管理委员会 然后让森林管理得到验证 所以关键这就是造林 持续造林 造林面积要增加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 他跟我们前面那个发展绿能 的那个太阳光电 其实有一点小冲突 这是老师个人看法 就是说太阳光光电 电板要到处铺设 那到处铺设常常在砍树 砍树或破坏余温等等 或沼泽湿地 那跟这边的维护生态领地 就是冲突的 你一方面要在造林 我们真的有在种树 但一方面又在砍树 因为要铺设太阳光电板 所以这个政府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一致的做法 16 和平正义跟健全的施法 所以我国的目标是促进和平多元社会 确保司法平等 具有公信力跟广纳民意的体系 所以和平正义制度的目标是想要促进和平多元社会 强化社会安全网 完善而少保护 而且要确保司法平等 有没有 然后让透过开放政府资料跟公共政策网路才能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体系 所以社会安全网完善而少保护 确保司法平等是重点 所以社会安全网就是说我做捷运不会被砍 这就是社会安全网 妈妈推着孩子在路上不会头被砍断 这叫做社会安全网完善而少保护 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们策略是强化公开透明的施法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法务部设置律师跟惩戒决议书查询系统 然后网站上可以公开律师姓名相片事务所等资讯 配合区块链查验服务提供民众查询律师是否确实具有冲任律师的资格等 开放政府有没有 刚刚讲的开放资料 开放政府 所以公开透明的施法 让民众都找得到资料 17 联合国的目标到这里为止 等一下我们还有18 17是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所以要建立多元伙伴 促进协力促进永续愿景 所以全球伙伴是我们的关键 着眼于跟国内外利害关系人建立什么 多元伙伴关系 在人文经贸教育技术等 跟伙伴国 跟卡尔松国家 展开合作 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伙伴国 比如说我们跟日本 跟日本特别友好 对吧 跟许多国家签订一些 技术方面的合作 策略是跟邦交国 与邦交国为主的各项医疗合作计划 我国虽然邦交国不多 但邦交国都需要我们的医疗合作 跟协助 所以我们的法令是110年医疗合作计划 包括巴拉圭 史瓦蒂尼 索马利兰等 有一些做法 这个就是找一个写就可以 你不用把它背起来 好 再来是联合国目标 到这里没有了 这是我国才有的 我国增加第18个 逐步达成环境基本法 所定的非核家园目标 所以我们自己增加第18个永续目标 联合国只有17 那台湾自己家的18 非核家园目标 好 所以意义就是建立非核家园 避免核灾发展率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向非核家园 非核化家园 所以做法非常具体 推动核能电厂除疫嘛 我们一直在做 好 所以包括我们已经做的是 拆除核一厂 这个气窝轮机的设备厂房 核二厂 一号机正式停机 然后也推动 第一放射性废弃物 最终处置设施的选址作业 也就是说要让现在储存在兰嶼的 那些所谓的核废料 能够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选址 就是最终处置设施 需要再去找 兰嶼以前是不晓得 也没办法拒绝 就被放核废料 那现在他们当然有意识了 不愿意了 不愿意你就要再找 所以因为我们要走向非核家园 这是台湾自己家的第18个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拿来考选择题 它不是联合国的17个之一 但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另外家的第18个 像这部分我们是可以自己 特别多注意的 所以第18就是非核家园的目标 好吗 好 那这个是关于 关于这个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 18个完整 17个完整内容 然后再加上我们 加上我们 自己额外增加的第18个 所以以上的部分就是关于SDG 所以SDG的部分真的很重要 而且那个内容很具体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你不用背起来说的拿18个 考试不会考你胜任说 你背出18个来 背出17个来 所以我国才有第18 那联合国有17 都不用背 但你要知道我国的第18 叫非核家园 然后每一个具体的目标 我国的做法是什么 我都帮你整理了 那如果你怕记不住 那你就自己上国报会网站 好不好 然后稍微在自己Google 爬梳一下 它有不同策略 有不同做法 一堆 每一个目标都写了一大篇 那老师是选一个帮你整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不管讲义 还有我的简报档的内容 它都是我选择选取简化的 那你如果怕 我的讲解说明跟强调 还是记不太好 记不太清楚 那你就自己上国报会网站 找找看 看有没有哪一个做法 你比较记得住 比较有共鸣 那你就用那个来写 这样也是OK的 好不好 OK 那我们接着来谈 第二部分 这个材料比较少的 就是ESG 什么叫ESG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是 这个材料比较少 我们来看看